这不是家暴现场 而是训练场 父亲一巴掌又巴掌 孩子可怜的捂着脸 不停说 妈妈心疼的哭了 但爸爸还是继续 打完他抱住儿子 不停说 对不起 这是二战初期 一个普通的犹太家庭 爸爸说挨巴掌总好 过把命送掉 于是他发疯一样的训练儿子 因为他知道 留给儿子的时间不多了 这天上学 弟弟被推到地上 哥哥想来帮忙 却被揍得更狠 同学们一边骂他们是犹太猪 一边对他们全打脚踢 直到老师过来 将他们拉开 晚上回家 爸爸知道 事态已经不对了 孩子们必须连夜离开 他让老婆拿出地图 告诉孩子们详细的路线规划 接着又给他们两万法人 哥哥接过 手都抖了 他从没见过那么多钱 妈妈仔细把钱包好 装进了儿子的书包 爸爸继续交代 在路上千万不能承认 自己是犹太人 离别的时候 爸爸不舍得闭上眼睛 不忍心看孩子们的背影 直到孩子走远后 他再敢在窗前看上一面 好不容易兄弟俩挤上了火车 里面满满当当的全市人 差点连路都过不了 两人找到位置坐下 趴着睡着了 突然哥哥把弟弟叫醒 他们惊讶的发现 很多人没有到站就跳了车 隔着窗户 他们看到 德军正在放动 甚至直接把乘客枪杀掉 德军涌进车厢 开始检查证件 兄弟俩慌了 想找地方躲藏 却根本没有地方藏 还好一个牧师发现了他们 他招呼他们在他身旁坐下 但两人终归是孩子 根本控制不住紧张 牧师赶紧拿出两个苹果 让他们掩饰 士兵来了 他们先检查了对面的老太太 瞧了瞧证据 把老太太带走 马上就轮到他了 牧师急忙递上证件 满脸镇定地看着士兵的眼珠 还流利地用德语和士兵开起了玩笑 随后又剥开了士兵的枪 士兵看看两个孩子 显然有些怀疑 再将证件仔细瞧了瞧 证件是真的 破语牧师的身份 士兵通过了检查 牧师将兄弟俩送上汽车 并告诉他 不要随便相信别人 但下一秒 兄弟俩就相信了一个陌生人 男人自称向导 说能带他们去自由区 兄弟俩经不住诱惑 立马交了一千块金金 但到了约定的时间 他们没有等到男人 来的是一辆德军的皮卡 兄弟俩急忙低头 躲进了路边的水沟 弟弟害怕地钻进哥哥怀里 好在向导还是来了 他带着兄弟俩钻进了树林 跨过小湖 来到了自由区的边界 在这里兄弟俩找到了一个 铺满稻草的山洞 他们终于安稳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兄弟俩继续上 他们搭上了好心人的便车 来到了自由区的海边 在这里他们和思念的家人 重逢了 妈妈的生日宴上 男孩送了他一把小提琴 请他弹奏最爱的音乐 当妈妈拨动琴弦 优美地曲调在空中流淌 儿子的眼中几乎有眼泪流出 每个人都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 因为自开战以来 他们就再也没有享受过音乐 但一阵敲门声 大家的脸色瞬间变了 开始飞快地收拾房间 最小的弟弟躲进了床里 两个哥哥则爬上了房顶 而妈妈在爸爸的劝说下 拿着小提琴进了厨房 劝认家人都藏好后 爸爸才打开了门 士兵先是警觉地看了眼屋里 接着拿出了征召令 要征召两个哥哥入伍 爸爸接过文件 想要关门 却被士兵阻止了 是你谁冲着的热门 我会支持 士兵的表情 满脸都写着不信 而这时房顶的哥哥 不小心弄出了动静 士兵更加怀疑 爸爸递上了证件 士兵再三确认 的确是真实的身份 但他死揪着刚才的琴声 要爸爸给个交代 正当爸爸知误时 妈妈拿着小提琴出来了 他不但帮爸爸解了围 还递上俄罗斯的身份证 打消了士兵的疑心 果然 士兵看到外国的证件后 就离开了 爸爸松了口气 他们家暂时安全了 但他们很快意识到 这里已经流线了 于是 爸爸将两个弟弟送进了儿童序内营 面对着又一次的分别 弟弟留下了不舍的泪水 爸爸教育他要坚强 但自己却在转身后 忍不住的哭了出来 在训练营的日子里 兄弟俩过得很充实 这天 他们在消毒斗时 突然被一辆货车撞到了木棚 打闹间 他们和司机成了好朋友 但这天 司机带他们出去办事 却被德军抓进了牢房 很快 德军将他们带到了办事处 这里关满了身份可疑的人 德军会一个个点名 然后将他们带去审问 第一个接受审问的是司机 尽管他一再否认自己是犹太人 却还是被士兵打得头破血 甚至直接被拉出去枪毙了 很快 审问就轮到了他们 哥哥顺从地交上证件 还没等审问官开口 他就一口咬定 自己不是犹太人 但这 反倒让审问官起了疑心 军官抬抬手 士兵立刻将哥哥扔到了地上 弟弟急了 他用力扑倒士兵 用小小的身体保护着哥哥 军官健壮 邪恶地笑了起来 他让士兵带兄弟俩出去体检 因为犹太人一出生就会进行割离 身上必然有痕迹 兄弟俩忐忑地来到检测室 他们辩解着 自己做过割离纯属意外 但医生根本不信 弟弟恳求他 医生愣住了 他看了弟弟很久 终于还是决定做一个好人 于是他告诉士兵 兄弟俩不是犹太人 弟弟不知道 医生为什么会这么做 但这或许就是残忍战争里 一点珍贵的善意 一个士兵用枪杠顶开了门 想要试探 花园里的犹太男孩 会不会逃跑 果然男孩们中气了 但他们不知道 凶狠的军官早就盯上了他 突然太阳出来了 地上出现了士兵的影子 弟弟赶紧拉着哥哥趴下 假装除草 躲过了一劫 军官失望地勾起嘴角 转身走了 却没注意 身旁的神父早已被吓出一头冷汗 军官没辙了 只好让神父将孩子们接走 跟着神父 兄弟俩坐上了回应的车 他们正发愁 未来要怎么办时 却发现爸爸就坐在后座上 兄弟俩高兴坏了 急忙扑进爸爸怀里撒娇 但爸爸却看见了弟弟的伤口 他心疼的看了半天 自责自己 没能力保护他们 但弟弟却露出了一个坚强的微笑 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 父子三人的团聚很短暂 爸爸把他们送到营地后就离开了 过了几天 兄弟俩接到电话 才知道爸爸被捕了 为了活命 他俩又开始逃亡了 他们走了一天一夜 终于找到了一个暂时和平的小镇 弟弟在这里做了暴徒 他的老板对他还挺好 不仅让弟弟在他们家吃饭 还让弟弟和他们一起过节 他不知道弟弟是犹太人 而哥哥则进了一家餐馆帮厨 同时他还一直申请加入犹太反抗组织 为了立功 他会在民兵搜查时帮帮藏东西 还会让弟弟帮帮送信 闲暇时 弟弟会和自己的新朋友出去玩 他是书店老板的女人 长得很漂亮 弟弟很信任他 甚至想告诉他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女孩却说 其实他都知道 并且他会为弟弟保守秘密 突然 远处来了一对纳粹民兵 他们把犹太反抗奋 带到这里枪壁 弟弟看了半天 才发现那些人他都认识 但他却无力拯救 好在没多久 法国就解放了 人们重新在街上挂马的三色旗 宣告自由的到来 在人群里 兄弟俩急忙寻找对方的身影 他们高兴的拥抱在一起 准备一起回家 但弟弟突然想到 书店老板有可能会被当成纳粹的走狗 他们家都可能因此丧命 为了报恩 他又跑回了书店 这里早已不是一片老鸡 人们拿起书本 狠狠的对着老板走去 依此来发泄对纳粹的愤怒 情急下 弟弟只好爬上书桌 开始大声的为老板变弃 人们愣住 显然是不相信老板的为人 他们问弟弟 被藏匿的犹太人是谁 老板神情复杂的看着弟弟 他的表情有震惊 有复杂 或许还有几分后悔 他没有想到 自己厌恶的种族 竟然有这么大的善意 终于弟弟坐上了火车 回到了久违的巴黎 他迫不及待的回到家 想好好和家人们团聚 在家门口 他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亲人们 但爸爸却始终没有出现 弟弟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 三哥把他拉到一边 告诉他 爸爸早在解放前 就被抓进了集中营 他或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弟弟愣住 他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但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他将亲人们分开 逼迫小孩成长 给世界带来无数的灾难和噩梦 所以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请一定要好好珍惜